玉里镇总共有315位林长 其中有7位年过90岁的老林长 服务热忱不减 然而镇公所在为其纳保时 碰上了高龄超过纳保的年龄限制 因此改由其子女接任 而镇长龚文俊也感谢老林长为民服务的精神 今天亲自到府班状表扬 自证卸任的纪念品场面温馨 7位年过90岁的老林长们 即便服务村里的热情不减 但因为超过纳保的年龄限制 不得不卸下责任 盖由其子女接棒服务 镇长龚文俊感念老林长们的服务精神 今天足以到府班状表扬 赠礼感谢场面温馨 好来看这边 1 2 3 其中民国八年生的中成理 第16林林长林省数 现在高龄104岁 从40岁起就做林长至今超过一甲子岁月 是这7位高龄林长中最年长且自历最久的一位 林省数也分享林长的甘苦谈 现在林长的甘苦谈 以前林长要去携车的林长来 去这个堂楼 修理堂楼 去每个公司十五楼 修理会订阅 给美或那个球 1943 给的九九镭 我们 detto 同样同样 跟同样都没事 从林长老爸手中接手的儿子林永达说 从小就被老爸林长训练 至今也有40年的林长经验 也早已加轻就熟 林长什么事都做 有时候他年后都是我在帮忙 所以我很小就林长的养成教育 我都很正诚都上来了 我的养成教育时间很长 那么有趣 碍于法规 镇公所无法为这七位老林长们投保 因此就地卸任 该由他人替代 但是镇长龚文俊仍感念 每位老林长为邻里的付出 因此特别颁状表扬并自赠经验品 镇长与老林长们画家长 温馨互动 加入林长这个服务行列 我们公所都会跟他做 例行性的团保 跟一些保险的工作 但是因为现在制度的改变 然后保险公司对于就是说 这一些团保超过90岁的 他们就不接受了 不接受就会影响到整个 我们团体上的这个保险的业务的进行 那当然配合法规 那我们就想说这些林长 就是很多都就是说 转移他的子女来做代理的工作 所以说今天特别 针对这七位超过90岁的林长 来做制证一个感谢状 跟一个纪念品 也来看看他们 玉里镇总共有315位林长 其中这七位年过90岁的老林长 如今功成身退 但服务邻里的热情仍旧不见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